OK 下面就要開始教 真正的開始教電流 這要所謂的 物理上叫做電流強度 電流的定義就是 一個單位時間內 通過某一個結面積的電量 那我們叫做安培 公式寫作I等於T分之Q T就是時間 Q的電量 一秒鐘通過這個面積的電量 有多少就是幾安培 一秒鐘通過一庫輪 就叫做一安培 所以公式寫作I等於T分之Q T的單位用秒 Q的單位用庫輪 然後出來的電流單位叫做安培 叫做安培 然後呢也是一樣 大部分的考卷上時間不是問題 有問題的是電量 電量怎麼出問題 就是我不告訴你幾庫輪 我告訴你幾個電子 你要把它換一下 換一下這個學測考過 那我會再講一遍 再講一遍 I等於T分之Q 單位時間之內 通過一個結面積的電量 叫做電流強度 所以呢注意再有一個換算 很簡單 毫就是千分之一嘛 所以一安培就是一千毫安培嘛 毫安培 所以我們上次做實驗的時候 那個電流劑其實是一個好安培劑嘛 好安培劑 並不是安培劑 好來 就是我剛剛講過的 考試呢不直接告訴你幾庫輪 告訴你一些別的 告訴你電子 所以要有個東西 日常生活中的實用單位是什麼 實用單位 簡單嗎 我們交過了 實用單位是誰 來 10號 10號 庫輪 庫輪 實用單位叫庫輪 另外單位叫電子電量 然後我們可以強調過 東西會帶電 都是因為得失電子 所以 帶電量跟我們的電子電量 那你的關係一定是他的什麼什麼 33 33號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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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100倍喔 你說像 1000 1000倍很好 答案叫做 整數倍 電子電量符號是什麼 這個太簡單就不要問了 就是 1 但是下一個 這是我建議你要背的事情 我說一個電的電量是幾庫輪 我跟你建議過你要背的 我建議過你要把它背下來的 一個電量幾庫輪 我們請 我們請 Number 5 P25號 P25號 一個電的電量幾庫輪 1.6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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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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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號 6月25乘以10的18次方 請坐下 然后就出现这一题了 这一题就是仿造学测题 类似题学测考过 请问你他有多少安培 他告诉你分钟 他告诉你几个电子 停车站间问 他是几安培 I等于T分之Q T要用秒 Q要用库轮 所以答案是多少 所以答案是多少 来 找一个可爱小女生 可爱小女生 No.4 4號 0.8 一定要别人告诉你才会吗 请坐下 0.8 I等于Q分之Q 一个是1.6乘以10的-19 然后乘3乘以10的24方 所以有48库轮 1分钟60秒 所以48除以60 答案叫做 0.8安培 0.8安培 很简单的计算 学测考过 就这样 算一下电流 所以让各位简单 介绍一下电流的公式 然后呢 一些基本上计算的方式 就这样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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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